公元1616年 明万历四十四 明朝的克星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与赫图阿拉城建立后金 即大汉位 同年明朝全国南北各地灾害踏制 多地爆发大饥荒 以致民心浮动 社会震荡 好 那恶霸见麦花女颇具姿色 便上前调戏 这下激怒了人群中 一位了不得的武林高人 江湖人称 山佑铁壁王二 好 二少爷 二少爷 你好歹也是我陈家的人 不说武艺高强吧 好歹也是个恋家子 你瞧你 我的二少爷 我的祖宗 大爷带着彪都走了两个时辰了 急什么 陪我听完先生说完书再上路 正好 再说了他们一大帮子人能走多快 我这次出来不是为了送标 我是为了闯荡江湖行侠仗义 哎呀我的二少爷 等臣服送完标 然后再陪你闯荡江湖 可以吗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城门来了一大批难民 咱们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二少爷 走吧 你 各位各位 小弟有事就先走了 你们继续听先生说书 先生 后会有期 江湖 再见 二少爷 二少爷 好 咱们继续说书 二少爷 二少爷 买包的 别玩了 走吧 来看一下吧 新出炉的 二少爷 再晚就出不去了 费劲 还像鬼叫 站住 快 大爷 请不住你了 小爷 咱们快走 咱们好多天 咱们好多天 咱们进去吧 大人 我们走了一个多月 历经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才来到了武安 求大人给我们一条生路 求大人放我们进城吧 求大人放我们进城吧 求大人了 求大人 你们经过那么多的城池 他们都不收留你们 凭什么要我收 失去的 赶紧给我滚蛋 要不然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大人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啊 这大日头底下 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大人 这些都是遭了饥荒的难民 您就收下他们吧 这可是活生生的上百条人命啊 这可都是上百张等着吃饭的嘴 我收了他们 这不等于抢了武安县百姓的口粮 如果您实在不愿意收留他们 把他们赶走便是了吗 何必取他们性命啊 哼 你难道不知道 他们有一子而食的情况发生吗 大人 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 谁会舍得 把自己的孩子 换给别人吃啊 这些 连人肉都敢吃的人 我收了他们 岂不是自觉死路吗 放箭 停手 停手 放开我 使不得呀大人 死人 我死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你实在要取他们性命 就把光药的命 拿去吧 大胆 你想以下犯上吗 光药不敢 起来吧 若不是看在你是赵大人殷亲的份上 你以为我会在乎你的小命吗 去哪儿啊 千万不要让这帮刁民进来 谢大人不杀之恩 你们都起来去别的地方吧 这儿收留不了你们了 去吧 去吧 都说大人您是神算子 您可曾算到今天吗 气数尽了 这儿 既然大人您会算 会帮人改运 难道您 就不能帮我们朝天改改运吗 回天无力了 回天无力了 气死我 要不是你拦着我 二少爷 我一定要叫那个县令好看 是 这 太贵了 便宜点吧 不行 五两银子 五两银子太低了卖不了 你不卖 有的是人卖 好吧 我卖 我不去 我不去 来来来 好了 好 就你了 我不去 来来来来 看一看了啊 我的二少爷 您说您这些年 闯的祸还少啊 别废话 跟你去 怎么走路不长眼了 对不起啊二位 一看两位 气宇轩昂 若不是遭了灾 也不会沦落至此 是 钱 干嘛二少爷 二少爷 拿着 二位 江湖路远 我们有缘再见 二位 保重 谢谢 谢谢 走 快 来 来 好 一步 一毛胆子 一毛胆子 哪放出个呆子 大哥 情况已经探明 此地不宜久留 回山寨 二少爷 我去租匹马 您在这等我一会儿 千万别乱跑 行吗 我几时要你这么操心了 快去吧 免得耽误着时辰 你有鬼教 那我去啦 徐大哥救我 没有 你怎么在这里啊 哪来的操汗 光天花人之下想抢人哪 这是我林家妹妹 她爹求我出来找她 刚才卖她的人是个拐子 我不管什么瘸子拐子 她是我花钱买来的 你爸要是把卖她的钱给我 我就把人给你 卖她的人是个拐子 又不是我 这跟我没关系 一手交钱 我一手交人 我看你敢不敢带走她 徐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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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啊 徐天在这打架 你说这些人 趁你上回 整天打你 不会是我家二少爷吗 徐大哥 别别别 你看 多谢少侠出手相救 这是我的家事 少侠不必牵扯进来 哎 见死不救 非英雄所为 大哥不要客气 站住 孩子放了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我花钱买来的 难不成就因为你能打 就让我吃亏不产了 怎么了 有钱了不起啊 多少钱 十两 我这里要把宝刀 拿着刀换我妹子 你这烂铁我不要 这可是我家传宝刀 这玩意儿也不能砍柴 也不能披木头 我不要 我还一匹马 阳阳我欠我妹子 不喜欢 我就要钱 你等着 Gust jan 他肯定了 看什么呢 二少爷 钱 不 没有 没有 拼什么 怎么就这么点盘缠了 二少爷 不够 我没有 没了 二少爷 给我 快点 二少爷 十两 徐大哥 走 少侠 谢谢少侠救命之恩 谢谢大叔叔 star 伤声 米 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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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不要生日子 快 走 肥仁住手 二弟 大哥 你坐下小心 二弟 还是这么往撞 撤 撤 快快快 走 干啥 二弟 别准了 大哥 不要没事了 大少爷二少爷 被截了一车 要被截了一车 这样 阿弟 你在这帮我看着 我去报关 二少爷 你没事吧 千福 你在这里待着 二少爷你要干嘛去 我去找标 大少爷已经报关去了 咱们还是等等吧 不听我的话了是吗 二少爷 把手放开 手放开 二少爷 快点 开 二少爷 驾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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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慢用啊 今天这酒不错啊 是的 最近马上还不好坐呀 过这儿也是 来来来 先喝一个 来来 想把怎么还不到 是啊 好香的茶 这做茶的方法好别致啊 老丈 可否赏再下一碗尝尝 老丈看着好面熟啊 咱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茶呢 想就拿来吃 是 像你们这种 充其量是在喝茶叶泡水而已 茶 茶叶泡水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茶叶泡水是原人的喝法 我们华夏向来讲究 好 监煮吃茶 老丈 这个放的是什么东西啊 蒙汉药 您真会开玩笑 蒙汉药能泡茶吗 这可是不传之谜 管它是什么谜了 反正我现在口渴 老丈 快给我倒 既然公子好这口 那就请公子 把这碗加了蒙汉药的茶 喝了吧 好香啊 谢谢老丈 谢谢老丈 好香的茶 公子好身手 要不是这碗茶 还不一定能和公子交手 承让 承让 公子这乃人中龙凤 胆量过人哪 配得上 这枣龙烟之兽 和青龙冷烟刀 老丈 什么兽 公子不知道 你的马是枣龙烟之兽 刀囊中藏的乃是 大刀官圣的青龙冷烟刀 还请老丈 赐教 可惜了 公子空有一身武艺 却不识地保护 这 这个马和刀 也是我今天 刚从别人手里买下的 巫婆怎么会知道呢 哦 这样 今天你的刀和马归我了 什么意思 我不就喝你一碗茶嘛 就得把刀和马都给你 对 嗯 大哥 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啊 老丈 咱们再比过 你是谁 公子 茶好喝吗 老丈 我们有缘再见 原来是你们 认出来了 竟然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秋猫从未以英雄自居 赶快把爷爷我放了 不然要你们好看 有啊 你还挺横的啊 行不行我一刀砍死你 滚 滚 住手 怎么 你还不服啊 我当然不服 暗地下明药非英雄所谓 居然还挂聚义厅的牌子 你们也配 我兄弟烹茶的时候 就已告诉你了 他下了蒙汉药 是你自己执意要喝的 那是我信他 看他是为老者 没想到他这么卑鄙 那你想怎的 是 你们抓我 若是为了刀和马的话 那就给我松榜 我们堂堂正正地比过 若你赢了 我便将刀和马送给你 要是你输了 那就要放鞭炮 带红花送我下山 怎么样 大哥 不能信这个小子 来呀 给这个小子松榜 我倒要看一看 他有没有三头六臂 大哥 不能了 赶快松榜 好 怎么样 小英雄 咱们比是比是 好啊 咱们比 来吧 得罪 来吧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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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多谢女侠救命之恩 你不必谢我 我救的不是你 这个山头是谁当家 把他给我抓起来 嫂夫人 这都是我 大哥 嫂夫人误会了 穷猛 你这暗器想伤的是谁啊 嫂夫人 我见大哥跟他 久战未分胜负 我想祝大哥一臂之力 说好了比武定生死 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再说 我看你这暗器明知是在帮忙 实际上是想要当家的性命吧 那怎么可能呢 我真的是想帮大哥 好了好了 穷猛 是一心想助我 所以才出此下策 夫人过例了 当家的 谢谢 谢谢大当家的 谢谢嫂夫人 小英雄 咱们未分胜负 再比过如何 自然要比出个结果 才过瘾嘛 好 明日再战 好啊 回 我 来 去吧 谁 白灵教主 法力无边 斩妖虫魔 普渡万千 你怎么上山来了 没人看见吗 没有 堂主有令 命你抓紧行事 属下遵礼 你们打算何时攻打武安县城 原本打算三天后 可刘芳亮那次的老婆 极为碍事 她不同意出兵 你可有何对策 我会尽全力怂恿刘芳亮出兵 如若那蓝大桥再生事端 我治好 很好 不过不要打草惊蛇 这刘芳亮的势力 上面可很是看重 一定要力求收为己用 是 是 是 自行 也许 我 是 是 是 我 是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好 这些日子他们一直在比试吗 可不是 没日没夜的 当家的 看不得跟他住在一起 你去吩咐厨房 给他们送些夜宵过去 免得他们只会逼 是 等等 还是我自己去吧 跟我走 你们还要打到什么时候 嫂夫人见怪了 夫人有所不知 陈贤您的功夫果然不错 我好久没有遇到过对手了 那也要想着吃饭睡觉 你们这么打 什么时候能分出胜负来 胜负如何重要 难得的是遇上陈贤弟这么个知己 胜负如何不重要 关系着我这条小命呢 贤弟 你我已是知己 这个时候还说这些 岂不见外 那这么说 我这条小命保住了 贤弟 我不但不要你的命 还要给你结拜为异性兄弟 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这 这什么这 就这么定了 责日不如壮日 明天咱们就结拜 贤弟 你还要跟陈贤弟一起救寝吗 陈贤弟 今晚你就好好地休息休息 明天咱们好结拜 走 夫人 夫人 苍天在上 后土在下 诸天神明为正 我刘方亮 生于戊虚年 魁亥月 丁魏日 魏时 年二时 山西黎城人 寒武出身 皆因沙滩关 诸恶力 刘王再拜 落草于此 今 得于五帝 相逢恨晚 惺惺相惜 愿结为 异姓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 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 同日死 特此 禀告天地 请证神明 我陈王廷 生于庚子年 新寺院 新亥日 勿尘时 年一时有八 河南长阳人 因随家人 走标于此 得于五兄 敬佩五兄 为人豪爽 获达率性 今日 我愿与五兄 解为异姓兄弟 侄子之手 生死予够 立誓于此 天地神明正之 大哥 寻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给家下佐料 我给家下佐料 送去给他吃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千万不要让他有所察觉 是 乡主 此生弃阔 存亡与共 执子之少 与子偕老 这好像是男女定情的话吧 这是诗经上说战事朋友之情的话 亏着我当时怕丢人 没好意思问出口 夫人啊 你说我这个贤弟啊 不但武功了得 而且还挺有学问的呢 我在他们饮食中加入了软骨散 一时三刻以后 你们进去只管杀人 不会有反抗的 好 切记 进去之后不要闹出太大动静 以免惊动前山的人 是 我看你这兄弟认得好 他既有学问 武功又高 人也正直 将来一定是你的帮手 比那个囚猛要强上百倍 夫人 这囚猛是自家兄弟 你不要总是看他不顺眼 我就是看不惯他 来 喝点甜的 解解酒 夫人啊 我不喜欢喝甜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真是好心当场驴肝肺 不喝我喝 真是解酒 你也来一点 好 当家的 不对劲 我头晕 怎么了 怎么了 不eles 夫人 快去叫人 好 救你大哥 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大哥 兄弟们已经去追了 我别给我查清楚了 到底是谁干 是 大哥 大哥 我们在寻山时 发现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 本以为是刺客 可陈汪廷却说是他亲大哥 他真是我亲哥哥 他叫陈走前 是专程过来找我的 既然是亲大哥 你我已结拜 就是一家人了 贤弟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多谢大哥 爹 这是怎么回事 大哥 出事了 杀人了 走 咱们去看看 大当家的 快出来看看 出人命了 大哥 除了外派的兄弟 全战人数不多不少 唯独西寨巡逻的兄弟遇害 恐怕 刺客是从那个方向逃跑的 会有何蛛丝马迹 大哥 找到戴雪衣襟一副 上面绣有白色荷花 白荷花 大哥 这刺客一定是来自武安县 你知道什么 快说 武安县令胖子王小松 自命不凡 常以礼度比之 故有阿谀奉承之徒 送号白荷居士 那王小松欣然受之 我想这白荷花 一定是那个王胖子的家中印记 这些刺客 一定是王胖子家的人 此话当真 当真 来呀 给我拿下武安县 拿下武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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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三四 武安县的百姓都是无辜的 你不愿意 敢伤我夫人 我管他无辜不无辜 先给我拿下来再说 大哥 大哥说得对 别说了 敢伤嫂夫人者 必诛之 拿下武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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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此地不宜久留 你快些带了彪车回去吧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 这些东西 是我偷拿出来的 我要给刘方亮一个交代 况且 他们已经决定 要夜袭武安县 我一定要跟了去 王廷 你真要跟那些歹徒 干那些杀人劫祸的勾当 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 你快些离开 免得牵连性命 你 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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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赶紧给我备好车 把我所有的金银采马都撞上 送我出城 是 老爷 好 你 想了吧 休想 官城在 我孙光耀在 官城王 我孙光耀王 好 那我常去 哥哥手下留情 哥哥 他是个好官 我当官的 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我还是兄弟吗 他可是派人杀我和你嫂子的人 哥哥 他真的是个好官 不能杀 求哥哥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他一窍生楼 你 你何必救我 朝廷像你这样的官不多了 你不能死 贤弟 难道你真要为了这个狗官 伤了咱们兄弟的和气 大丈夫一言几出 刺马难追 说救 你就一定要救 大哥 不跟你一条心的兄弟 还能叫兄弟吗 不可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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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子 快跑 快跑 放开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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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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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贤弟 贤弟 贤弟留步 哥哥不必劝了 我去意已决 我去意已决 弟弟啊 我并没有杀掉那个狗官 你这是何苦呢 希望哥哥以后 莫要偏听偏信 事关人命 谨知甚至 那我们何日再见 驾 贤弟 驾 贤弟 你这是要与哥哥就此决别了吧 驾 驾 去吧 来 帮我拿着 小胖 多日不见 你怎么又胖了 二少爷您又拿我取笑 小青 那没草干净 哎呀 二位姐姐 好久不见 你们变漂亮了 怎么保养的 二少爷 二少爷 臣服 我想死你了 你总算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哭蹭个脸干什么 没什么事 就是惦记二少爷 我大哥呢 大哥 别我没事吧 没事 行了 别说废话了 进前厅吧 爹在屋里等着你呢 前厅 这 这么兴师动众的干嘛呀 哎呀 进去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告状了 没有没有 走吧 走 爹 娘 你们都在哪 怎么这么严肃啊 我回来给大家带了礼物 臣服 跪下 爹阳在上 孩儿王婷给二老磕头了 一二三 谁让你起来了 看你大哥干什么呀 自己做的好事不知道吗 儿啊 你到底在外做了些什么 赶快跟你爹说了吧 娘 我 我没做什么呀 不说了 什么都没做吗 我问你 是哪个 与山贼结拜了 这 自洪雾年间 五祖迁于怀庆 后避灾骂 父亲征养 与这清风陵 斗墙寇 诛恶贼 扶危疾困一起前交 是创下诺大家业 我臣氏家族历代祖训 绝不允许臣氏子弟 连匪同贼 你可计否 我 当年我祖奠定家业 肯重兴建社武学社 保卫丧子地方得安 六世同居仁丁兴旺 七世分家叶凡族盛 这偌大的臣氏家族 可有哪个子弟 去结交强盗反贼啊 我 你怎么不说了 我那是情非得以 一句情非得以 就可以掩盖你勾结强人的 无耻行径了 老爷 你别说话 爹 孩儿知错了 知错就好 谢谢爹 你 为了让你记忆神课 把你在家面壁思过一年 什么 我 臣服请家法 去 都已经面壁了 为什么还要请家法 娘 娘 孩儿知错了 大哥 大哥 走开 老爷 都使你管的 爹 孩儿知错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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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功过相抵 为什么打我呀 二少爷 你屁股不疼吗 想什么呢 那可是我亲爹 他怎么舍得打我 做做样子罢了 臣服还以为二少爷被打伤了呢 那二少爷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 不吃 一想到要面壁撕过一年 闷都闷死了 还哪有胃口吃饭 是啊 陈佛 我们是不是兄弟 我是奴才 您是二少爷 您的兄弟是大少爷 我说你是我兄弟 你就是我兄弟 过来 怎么了 二少爷 坐下 我 坐 二少爷 兄弟 大哥 这也差不多 既然是兄弟了 那大哥有个忙需要你帮 需要我帮什么忙 一个小小的忙 没问题啊 好兄弟 起来 向后转 现在呢 大哥想让你做一件事情 大哥 什么事啊 把被子掀起来 你 躺下 把被子盖起来 快一点 大哥 这什么意思啊 大哥现在想出去溜达溜达 散散心 回来再吃饭 你呢 代替大哥 躺在这里 二少爷 这可不行 怎么那么有废话 二少爷 您就这么出去 老爷会打死我们的 你是知道的 老爷是不舍得打我 但是你呢 我就不肯保证了 二少爷 要是让老爷知道了 你是知道后果 二少爷 你要早点回来呀 今天感觉还不错嘛 二叔公快下来踩着我了 二叔公快下来踩着我了 铁蛋 你怎么跑到我脚底下来了 二叔公 你哪儿你不踩 干嘛偏踩我呀 你踩的还那么准 我小铁蛋 你这是能啥呢 我们捉迷藏呢 二叔公 你不是被你爹执行架法了吗 怎么还能月上跳下的 我是他亲生的 他怎么舍得打我啊 我知道了 他假公祭司 你知道就好 走 夫人 你病刚好 应该多歇息 我哪能歇得住啊 你说这三年一次的五科场 即将开科 王廷马上就要去参加比试了 我要尽快把这时儿应试的行头 给他准备好了 像这些伙计 你让下人做就是了 那可不行 这是我从少氏山求来的 开过光的金丝银线 应该是我这当娘的 亲手密密实实的缝进这衣服里面 好保佑我儿啊 开科取士 吉星高照 文明武贯 独障凹头 你就宠溺他吧 须知 慈母败儿 那可不是玩笑话 坏孩子也宠不好 好孩子宠不坏 你哪次管教他 我阻拦过你 那是因为你知道 我从来就不曾真心打过他 你就是心黑手狠 我心黑手狠 这小子 在村武学社逃了多少堂课了 你知道吗 现在 学者打算 剥夺王庭参加彼时的举荐名额 你知道吗 这还了得 这不是要当我儿的前程吗 那怪得了谁 这小子要么不去 就算去了 也是调皮捣蛋 妨碍别人子弟学习 如果不是先前犯了大错 我把先生的胡子给烧着了 我能让他跟着他大哥走标去啊 那也不该怪王庭 怪就怪那胡先生甚是荒唐 竟然喝了酒去教书 上一半课就睡着了 那就拿蜡烛点别人的胡子啊 我要给我大哥写封信 看看能不能 让王庭去他大舅那里 申请个课考名额 你说呢 老爷 那倒不用 那倒不用 我已经给五学舍送去了众礼 只要王庭不再惹祸 这科考名额嘛 还是有他的 二少爷 您的功夫又精进了 今天那一拳打得我好痛啊 二 你小子 三 这是谁啊 还能是谁啊 这不就是那个号称 傻大黑粗的陈王庭吗 二少爷 你看那粗拳笨腿的 也就只能跟小孩子斗斗威风了 怎么 抱了组长二少爷的大腿 我就不敢揍你们了吗 我问你一句 胡先生的胡子是你烧的吗 是我 怎么着 不怎么着 我只是劝你一句 行为举止都不要忘了你是陈家子弟 虽然你不是陈家正直 但毕竟也是姓陈的 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陈家的脸面 那么 就凭你 能代表陈家的脸面吗 你 二少爷 咱们不要跟他废话 要怪 只怪他老子为人不端 这叫 上梁不正 下梁歪 你说什么 怎么 他说的不对吗 今天我就要替陈家 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好 二少爷 下盘不稳 拳架不满 这就是你张狂的倚仗了 这怎么能算数 你偷袭在先 拳法兵法也 兵法鬼道也 这怎么能算是偷袭呢 再来 好 今天爷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家学正宗 我还偏不信这邪了 咱们看看 到底谁不正宗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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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不是 你耍诈 你把族长的儿子打伤了 我看你怎么说 你 嗯 拳法 兵法 兵法 鬼道也 赢 就是赢 明白吗 还不走 走 把手机走 你等着吧你 老爷 名单公布了吗 有王庭的名字吗 这 这如何是好 他打伤了陈我摩 组长 是断不肯留下他的 老爷 我看还是把王庭送到他大舅那里去参加乡市 从军报国 是王庭的理想啊 再说了 王庭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 让他和文尔也该多相处相处 那好吧 随你怎么办吧 小姐 小姐 你听说了吗 表儿少爷要来我们这里念书了 哪个表儿少爷 就是你的威婆夫啊 你是说表哥要来我们家读书 是啊 说是卫时就能到了 卫时 那 那怎么办啊 现在不是马上到了吗 卫时 卫时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快起给我打水 我要洗脸 小姐 你不是已经洗过脸了吗 我要再洗一遍吗 我这就去 我还信主扑孙光耀孙大人战死了 可不乱剑穿身死不瞑目 现成被山贼给占领了 那朝廷得派大军来九匪了吧 来是来啊 却找不到那帮山贼的老巢 对了 那王胖子也回去了 这狗官临阵脱头 上面一定是他的杀头大罪 没有 这次的岳父是大官 使了些银子 现在都已经官复原池了 走吧 走吧 二少爷 二少爷 你可别再惹事了 咱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孙大人 不是被那黄衣女子救走了吗 怎么会被乱剑射死了呢 天下那么大 闲事那么多 咱们管得过来吗 咱们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不错了 不错了 如果人人如此 这大明朝不就亡了吗 大明朝就是 我说的不对吗 我的爷 我求求你了 你是已经跟表小姐定亲的人了 我臣服还没这个福气 我还想娶媳妇生孩子呢 你就算给我积点德吧 去 为马钱 来 这位兄台 这马可是你的 是啊 可否让我试下这马 看看就得了 别摸 咱这马 咬人 不会不会 我说你这人 别摸行不行 你 我说你这人 你给我下来 我不下来 你 你下不下来 行不行我拿马飞扔你 你敢 我 你 我 你 下来 早上了 快来看 快来看 你 多手啊 天公 怎么了 这什么事啊 大少爷 有人打我 谁啊 就是这家伙 他打了我一大嘴巴 你 为什么打人哪 打就打了 哪有那么多原因啊 你这意思是 你这把宝官把他抓起来 我打你 也可以了 就凭你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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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enomena 光天化日 闹事窟萌 母法计 都给我缩起来 不用 我自己走 这个是 自己快 masters 这就出来了 二少爷 散分 光如 我看看我家二少爷 cellence 哎 二少爷 二少爷你没事吧 二少爷 鬼叫什么呢 没看见我在睡觉呢 二少爷 你等着啊 我找人来救你 这狗奴才 真是讨厌 你说谁狗奴才呢 他出口不逊 还拿马分扔我 现在还有味儿呢 这是我家臣服 做得出来的事情 你还笑得出来 我问你 你凭什么打的 我就是看中了他那匹马 想要骑一圈 那不结了 我那枣红烟之兽 可不是谁想骑就能骑的 那匹马是你的 废话 我是觉得那匹宝马 配那个下人 有些可惜 如今见到真正的主人 倒觉得十分相配 兄弟 咱们不打不相识 那匹马 特别地配你 要不然这样 咱们这事就这儿了了行吗 好好说 真不追究了 不追究了 兄台乃真好见 相识即使朋友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开口 真的 要不然这样 你那匹枣红烟之兽 旧旗想高 不戒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这就是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啊 李师兄 这是我表哥 陈王婷 表哥 这是我师兄李继玉 温县 陈王婷 登峰李继玉 你们俩真是不打不相识 幸好县令是我一仗 不然也不能这么容易把你们放出来 书院已到 二位是否一起啊 不用 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等过学时日 再来书院 与李师兄相聚 如此甚好 那我先告辞了 告辞 去 去 去 表哥 此人可不简单哪 哦 有什么不简单 这李继玉 家中虽颇多田产 但也只是殷实佳境 可他却灰金如土 博得个散财童子的称号 哎呀 也算一个豪爽之人哪 哼 是他 谁啊 去 表哥 爹娘和姐姐还在家疼我们呢 我们还是早些回去 免得他们贪心 走 回家 驾 驾 驾 姐 你来得挺早啊 二表哥好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表妹 我姐脸红了 是吧 哎呀 你们俩从小定的娃娃亲 这用不了多久 就该拜堂成亲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表哥 我先走了 哎 哎 哎 表哥 怎么不和我姐说说话呀 你都把我的话说完了 我还说什么呀 天机惯 走 哎 表哥 那辈子 快快快呀 嘘 嘘 嘘 你 来这里爬这么高干嘛 嘘 还偷偷我 我未来的媳妇 你小子 嘘 嘘 他怎么这么胖啊 表哥 你看 他是不是有点胖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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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啊 实在是姑娘的笛声太美 让王婷听得入了谜 你总跟着我做什么 我是想知道 孙主簿孙大人的去向 你与那孙主簿 有何关系啊 我只定他是个好官 那就是说 他的生死 与你无关咯 我想知道 他是否安好 那日 你见我救他 就知道我不会伤害他 想知道他的下落 打赢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 姑娘 武功不怎么样 还敢让招 认真打 我是不会跟你打的 我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姑娘你这是干什么 我的笛子 姑娘 实在对不住 我不会有水 算了吧 就当我与这笛子无缘吧 谁让你下水的 我 我只是想帮你把笛子捡回来 喂 我只是想帮你啊 谁让你帮啊 又不会有水 不管闲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木华存 木华存 师父 徒儿回来了 见到沉浸斗了 我刚把他引出来 就被别人打扰了 什么人 徒儿不认识 没有完成使命 徒儿愿意受罚 去吧 是 师父 表哥 表妹 你想什么呢 想得这么出神 我在想 五科考试的事情 我听心地说 你在天机关 遇到一个黄衣姑娘 别听她胡说 天机关都是倒姑 倒姑 哪来的什么姑娘 嗯 快点 表哥 你不是跟我姐说 你跟那个倒姑没关系吗 人家不是倒姑 哼 我不管那是不是倒姑 总之 你不能欺负我姐姐 你再逼我 我现在就去找她 哎 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找她吗 噓 你们是什么人 木华存 怎么又是你 我是来保护你和孙大人 你怎么知道孙大人在这里 不管你们是谁 今天一个都不洗澡 保护孙大人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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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等等 别追了 九孙大人要紧 表哥 孙大人 孙大人 您没事吧 先不要说这么多了 快把他扶进去吧 表哥 跟我来 这些人为什么要追杀孙大人 你以为刘方亮那些人为什么要攻打武安线 他们怀疑是武安线令王小松开刺客刺杀了他和夫人兰婷 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王小松 那是谁 是孙大人 孙大人 不对啊 这事当时我在场 与孙大人无关啊 这位公子年纪尚轻 我看是中了他们的计谋 这 这这怎么会啊 这个孙大人 不过是一个县城总部 有那么重要吗 他们想要的不是我 是我身上的这张图 近那是三个城方地图 孙大人 是谁想要这地图 莲花轿的人 莲花轿 难道刘方亮入了莲花轿 莲花轿要这地图 是为了谋反 我不责罚你 我只要呈方徒 属下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一定完成任务 你所剩的机会不多 下去养伤 好自为之 谢小主 你可看清楚了 看得十分清楚 好 先留那小子一条命 等邱猛查明了真相 我倒要会会 这个姓陈的小子 难道你想把孙大人 送给莲花轿的人 可是 莲花轿的人找怎么办 你怕连累了你 保家卫国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只是担心 你是想借机 跟慕华村来往 你瞎说什么 都 都这个时候了 我哪有心思想这些 我 我是倾慕他的武艺不假 好了 不说了 当孙大人的伤养好了 我们就想办法 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好 那你要跟我保证 不许跟慕华村来往过密 你别忘了 我未来姐夫可是你啊 好了 知道了 这不劳你操心 走走走 快去吧 表哥 出去出去 你听我说啊 那 姐 你 你干什么 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表哥要考试了 不许我打扰他 我要进去看看他 姐 男人考试之前 不喜欢被别人打扰 你要明事理 这样才能做个好女人 好娘子啊 你 后天就要考试了 快帮我准备准备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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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请坐 大人醒了 不知大人的伤好些了吗 好多了 承蒙公子相助 孙某感激不尽 不敢 不敢 早知道孙大人是个好官 我自然是要帮你的 你我只有一面之缘 公子怎么知道我是个好官啊 公子会算卦 我怎么会那些个东西 我是亲眼看见孙大人 为民请命的 我都是会算卦 你要不要我给你算一卦 好啊 孙大人还会这些 有了 有了 那 那这些佟前生说了些什么 公子 你可是要参加武士 陈公子 陈公子并非持中之物 此番必能得住 真的 那我就放心了 只是 自此以后 公子一生不能得其所愿 所想非所得 所求 必不成 这怎么说 挂上是怎么说的 我看公子的面相 也是如此 我 我的脸有那么难看吗 公子的心性太高 且武艺超群 若不知道调和 定会惹出祸端来 我的武功 连木花存都不如 还谈什么超群 公子现在还看不到 日后以公子武艺 必将成为一代宗师 大人 您不是说求而不得吗 当你不再强求的时候 自然就来了 大人 您说的 王庭听不懂 凡事自有定数 就像此卦 阴阳位于天地之间 公子须知道 物极必反这个道理 刚柔并济 才是上证 大人 您拿我取笑了 大人 您在这里好生养伤 等您伤好了 我就想办法 把您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嗯 开始 陈王请 李欣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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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李老爷 李老爷恭喜 一会儿多喝几杯啊 多谢李老爷 驾报 恭喜李老爷 齐县五科同事贾等第一名陈王婷 恭喜获得五养生之首五茂才称号 谢 谢 好 齐县五科同事第八名李信李首义 谢爹 不错 恭喜李老爷 谢谢官员通报 儿子出息了 爹 别傻笑了 快领文书给谢倩呀 官老爷 还等着呢 好好好 好 今日是犬子大婚旨 请官爷下来喝杯喜酒吧 应该 应该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李重 李老爷 谢谢 谢谢啊 舅舅 舅舅 我们都知道了 救命啊 快来人哪 救命啊 爹 爹妹 出什么事了 李勋在后院被一群黑衣人围攻了 快去救救他吧 陈老婷 要不是你参加科举 我还真不知道你躲在这儿 让我好找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 别来杀无辜 痛快地把孙光耀交出来 否则我灭你满门 你敢碰他一根寒马 我就要了你的命 等等 木姑娘 别废话 我要的是孙光耀和他身上的地图 痛快地马上交水 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 住手 你们要抓就抓我 别伤害我的家人 孙光耀已经离开此地 你们要的地图 我这里了 你怎么会有地图 但是 现在地图不在我身上 这个不急 三日后 你拿地图到青龙潭来找我 记住 只能你一个人来 否则 我立刻杀了他 不行 这由不得你们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我答应你们 三日后见 但我表弟要是少了一根寒毛 我让你得不到地图 好 一言为定 走 你就不应该答应他 以你现在的武功 怎么跟那些人斗 你既然这么担心我 那教我武功如何 虽然是张假地图 想必他们看了也能信你 我都信了 画得太像了 刘哥 终于来了 要是再不来 这表弟就该去见龙王了 大丈夫 一言既出四马难追 说来 我一定会来 少废话 地图带来了吗 地图就在我这里 那你现在拿过来 刘哥 地图不能给他 住手 不要伤害我表弟 不想让我伤害他也行 把地图拿过来 你不相信我 你想要地图 就自己过来拿吧 好 好 不用看了 地图是假的 陈王廷怎么可能 拿千万百姓的性命 去换自己表弟的性命呢 岂有此理 陈王廷 要是能活着出来 这辈子 我跟你玩定了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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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王廷 陈王廷 表哥 陈王廷 表哥 陈王廷 陈王廷 你 陈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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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